苏歇 你二叔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昨天下午我会百人想取东西 他们的保安拦着我不让进 说他们老板很生气 要我们赔偿所有的损失 不然就起诉我们 谁知道过了一晚 我朋友打电话让我过去 他们老板亲自在公司门外等着我 态度简直好得不得了 不用我们赔偿了 还把之前的花花工钱多给了一倍 说是给我们两个人的精神损失费 我爸妈不知道这事 所以一定是你二叔帮忙了 还有瑶瑶的事被爆出来 肯定也是你二叔做的 真是太厉害了 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 到了报应的时候了 不管怎么说 也是你二叔的功劳 你替我谢谢他 对了 百日的老板给了两万 我们收好了平分 等一下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如果可以 午晚上请你吃饭 把你二叔也叫上 改天吧 我说好了请我朋友吃饭 而且我 二叔 他晚上也有事 那我请你和你朋友 改天再请你二叔 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见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苏西出去的时候 清宁正在摆早饭 有人邀请我们吃饭 晚上有时间吗 啊 什么朋友 就是和我一起画画的同学 今天工钱拿到手了 他要请客 好啊 他 是不是喜欢你啊 不是 别说的这么肯定 否则 他干嘛这样引起呢 你想太多了 不错了 好啊 优优独播